好 这两天的热门运动新闻 就是被称为中华职棒最大咖洋将的曼妮 闪电离开一大犀牛队 她明天一早八点多就要从高雄小港机场搭机 先飞到日本东京 再回美国跟家人团聚 而今天晚上的犀牛队桃源队之战 已经看不到曼妮的身影 队友跟球迷都觉得依依不舍 犀牛队的总教练徐生明则表示 中华职棒不会因为少了曼妮就撑不下去 反而可以让其他本土的巨炮球员 有更多表现机会 一大犀牛巨炮曼妮确定离台前一天 犀牛即将迎战桃源拉米狗 球员照常现在球场热身练球 谈到曼妮离开都很不舍 损失了一个很好的战友 然后又一个队友 我觉得这对不是对我们损失 我觉得这对中华职棒 然后球迷也是一个损失 少了一个一年可以至少打二支全球打的选手 我觉得要是今天我是总教练 那你本季在中华职棒出赛四十九场为犀牛 贡献八支全壘打四十三分打点打击率为三成五二 成绩亮眼 曼妮也成为本季中华职棒最强的吸票机 虽然不舍曼妮的离开 但一大犀牛总教练徐生明也透露 将洽谈大咖球员来台 而本土球员也有更多表现的机会 一大犀牛的黄金打现担任第四棒的曼妮前有高国辉后有林一拳 曼妮离开后外船将由第五棒林一拳扛下第四棒的重任 曼妮旋风来台三个月带动中华职棒票房 曼妮离开后会影响中华职棒的未来发展 一大犀牛总教练徐生明不担心 曼妮离开后中华职棒迈入后曼妮时代 未来球迷会继续捧场看球 将表现在中华职棒的票房上 记者林谢林志坚 桃园报道